一二三 哈囉小朋友你們好 準備好上課了嗎 來一起看一下我們今天到底要學什麼順子吧 歡迎來到動物世界 請看一下今天的動物詩 對了我們今天要學馬馬就是Horse 你看這個字像不像這匹馬呢 馬和驴的故事 老爺爺要搬家他養了一匹馬和一頭驴 於是讓他們幫忙搬運東西 老爺爺有兩袋東西 一袋是棉花一袋是石頭 讓毛驴和白馬自己挑選 毛驴急忙喊道 我選棉花誰都別跟我搶啊 說完就扛起了那袋棉花 白馬只得扛起了那袋重的石頭 老爺爺和毛驴還有白馬出發了 一路上因為石頭太重了 白馬一直喘著粗氣走得比較慢 毛驴看了就諷刺說 你怎麼走這麼慢啊 平時不是挺能幹的嗎 哼就怪你蠢 看我背的東西多輕啊 走得也快 白馬聽了還是默默走著 不理睬毛驴 到了一條河邊 他們準備渡河了 可是 毛驴卻發現身上的棉花 越來越重 都快壓得自己直不起腿 白馬還是穩穩當當的走著 毛驴很生氣 說 嗯 怎麼我東西變重了 白馬 是不是你偷偷往我身上放了東西 老爺爺聽了 對憤怒的毛驴說 你背的是棉花 棉花乾的時候確實很輕 可是我們剛剛渡河 棉花打濕了 所以棉花會變得比石頭還重 毛驴聽了 彷彿明白了什麼 一路上再也沒有多說過什麼 小朋友你們應該學習馬的態度和行為唷 來我們學一學馬字怎麼寫 首先你要寫橫折 去畫他的頭 然後樹折折勾 去畫他的身體和腳 然後橫就是他的肚子 來 let's see again how to write馬 首先要寫橫折 去畫他的頭 然後樹折折勾 去畫他的肚子 然後橫 去畫他的肚子 可以嗎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到底裡面有什麼呢 哦 這裡有true or force true就是對 false就是錯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呢 你看下這個圖和這個字 你看下這是什麼動物呢 對了就是羊 那麼這個字呢 對也是羊 兩個都有正確 所以我們要選true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是什麼呢 你看這個圖 只是馬 可是他說這個是牛呢 對不對呢 不對 所以false才是答案 其他的你可以試試看做嗎 來我們一起看課本第27頁 讀一讀 絲絲絲絲絲 馬在跑 絲絲絲絲絲絲 代表馬的叫聲 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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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可以试试看,找吗? 还有记得写马这个字哦 来,我们在这里先学这个马字怎样写 首先写横折 去画它的头 然后就是画的身体 写苏折 折 勾 然后还有它的肚子哦 就写横 可以吗? 拜拜